当我们进入死亡搁浅世界 通过玩家人物 我们看到了一副末日后的景观 在末日事件后 大多数人存活在地下掩体中 大大小小散步各方 从玩家的角度看 这些地下空间在我们视觉之外 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导在地面空间 也就是游戏展开的空间 我们对那些地下人群日常生活的了解 只能从游戏中联络的文字档案 与角色对话中进行片面复原 尽管如此 死亡搁浅是对我们目前隔离状态 适时的科幻媒体 它独特的科幻性场景设计或Novums 可以在我们现实世界中找到相近的现象 相反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虚构世界提供的片段中 寻出意义 给当前世界的某些事物赋予幻想与活力 用死亡搁浅为案例 我们在此视频里讨论游戏场景中反映的两个现象 一个为末日预备族 同称末日准备族或preppers 一个是互助网或mutual aid networks 场景中有两种掩体类型 一个是地下城市 每个容纳4万至8万人 但是对于观众来说 地面越货站与街货园的全息图是这些地下城市的唯一代表 游戏本身没有提供关于地下城市的面貌与性质的描述 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虚幻案例来想象这些地下城市 例如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地下城市Giofront 和辐射寺的学院Institute 可这些例子只能为我们提供低分辨率的印象 仅此而已 第二种掩体为小型居民规模的掩体 又称末日预备族掩体 preppers shelters 此类型的建筑在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描述 这里居住着两种居民 一者为末日前的预备族 二者为其后代 通过阅读NBC的邮件与访谈 包括fragile的 长者的和第一预备者的 我们可以识别这些人的思想与意图 以及死亡搁浅末日事件前的社会状态 我们得知这些居民掩体 原为一些公司出售的商品 商品推销的对象 则为当时对政府失去信心与信任的人口 这些购买掩体的人认为 政府无法提供基本保障和安全 因此踏上了预备族的道路 根据游戏中第一预备者的说法 美国陷入了愚蠢的海外战争 而在国内面临着荒唐的不平等现象 人们完全失去了对政府的信心 因此诞生了新一代的预备族 故事里的预备族 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何关系 首先 新型冠状病毒在2020年 打乱了世界的种种运作 像死亡搁浅中的那群人一样 我们大多数人都掩埋在我们的屋子里 过着隔绝的日常生活 手指在手机的屏幕上不惜地滑动 2020年2月和3月 疫情的威胁促使许多人做物资储备 这以厕所指恐慌为极端符号 但对现实世界某角落的一些人来说 像游戏中的第一预备者一样 储备早已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身份的一部分 此人群当然是我们现实世界的末日预备族 人类学家Cable与Trimplein认为 类似预备的行为可以追溯到 美国冷战时期的民房计划 主要涉及于原子弹威胁的防护工作 在美国 掩体的规划规则于地方政府 其代表工作包括识别 具有坚固地下室的现有建筑 将其改造为防辐射掩体 跟死亡搁浅中末日时代之前一样 美国60年代是庇护商品市场的 扩大器 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分析 此扩大与当时联邦政府将民房计划 外包给地方商业利益的政策并行 大约在同一时间 政府分发了家庭辐射避难所指南小册 其中提供了自己手动制作 居民房规模的掩体所需的步骤和材料 现代末日预备族 是一个地域分离的人际网络 尽管无组织性 这群人有着类似的心理与行为 他们的基本心理包括个人主义 绝对自己自足的理想 不信任政府 对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责任个人化 以及对多种社会崩溃假想的预期与坚信 比如经济崩溃 自然灾害 核战争 饥荒 当然还有瘟疫 他们的普遍行为包括储存商品 增加住所的牢固性 与自我培养射击 耕种 缝纫 与修理机械等生存技能 可医疗对预备族是一个棘手和敏感的话题 特别是对于那些患有慢性疾病 需要无限期专业医疗和药物支持的人群 在此预备族文化会建议此群体摆脱医疗与药物的依赖 例如劝告依赖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锻炼和结石 渐渐摆脱药物依赖 或者在某虚构极端情况下选择自杀 此独立主义思维与生存之间的矛盾导致一些学者指出 尽管预备者们要求独立 他们还是会在互联网上交流知识与技能 比如讨论自制胰岛素的可能性 显然 末日预备族的生存主义 有着潜在的对某种社会组织的依赖 就像游戏角色Fragile说的一样 他们准备了 但是他们没有准备好永远住在那 网络建设是死亡搁浅作为游戏的终极人物 玩家扮演着快递员的角色 除了落实物流供应链之外 蔓延全游戏的背景任务则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立 掩体接掩体 节点接节点 许多人将死亡搁浅解读为小岛秀夫 对现代大多数人孤独寂寞的文学反应 但是若我们仔细看游戏场景内的具体板块 也就是观察预备者们的生活 小岛秀夫似乎将他们各个塑造成了 有独特目的的一群人 各自有独特的目标 技能与身份 这些角色被命名为摄影师 机器人专家 地质学家 生态学家等 还有主线任务的医生 经通过网络连接可获得远程诊断和医疗的能力 即使游戏中唯一的远程协助例子 是这一生的主线任务 但一个案例已足以表现 互助是什么样的一种社会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 互助的所指是我们人人可以组成人际网络 以基层或草根的自我指导方式 来互换知识 技能和资源 互助的所指是让人不做被动的 等上层安排的社会角色 因为在非常时期 世界许多地方的上层援助不足够 甚至不存在 互助性的社会行为可让孤立与被动的个体 转变为集体生存的主动参与者 因此 互助网的集体精神与个人主义的预备者文化 是思维加行为上的对立面 在疫情时期 互助行为在互联网的帮助下 在世界个体出现 互助网对脆弱或低收入群体尤其有影响 因为他们在危机之前已经资源不足 互助网通常组织当地志愿者向免疫力地下 与老年人群递送药物和食品 有些组织义务供养能力有限者 有些组织了精神知识项目 例如心理咨询和配对多人进行视频聊天 以帮助缓解孤独感 一些独特行为包括地方黑社会主岛的隔离 以巴西里约热内卢市的平民区为例 因此小岛秀夫似乎提出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建议 尽管人们被空间隔绝 但通过处在互助网中 人们仍然可以激活自己的潜力 而对彼此有用 因为我们的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困难的挑战 你好,我是紫瑶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Patreon的投示一个赞助者 X2012, RMB, SBR55, FBDO, Amon A, Sam G, Alex B, Ava D, Thomas M, Emile O, and Jordan C 谢谢